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7日才公开警告 中国已经下定决心 要在比预期更短的时间内实现统一 他19日接受媒体专访时 又被问到这个问题 主持人要求他进一步说明 而当主持人追问 中国是否会不择手段来达成目标 布林肯坦诚必要时 中国可能会武力犯台 他也警告 台湾是全球半导体的主要制造地 一旦中国犯台将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冲击 他强调美国已经明白告诉过中国 不希望看到两岸开战 美国也会竭尽所能 确保台湾有能力 有效自我防卫 东森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导